走进萌宠世界发现更多乐趣 哈喽这里是萌宠记载会 我是小小 虽然说一日三餐都得吃 但同样都是饭 有的不在乎吃的人只是为了填饱肚子 而有些注重生活品质的人 却追求不仅要吃饱 而且还要吃好 对于不同品质的食物 价格自然也是不一样的 就比如我们生活中常见的牛肉 有些牛肉几十块钱一斤 而在日本某家餐厅中 有这样一道菜 就是一小块牛肉 售价竟然高达三千元 这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 花上三千元只只一小块 不够塞牙缝的牛肉 实在是不知道 然而这些看似不可理喻的行为 在讲究生活的人眼中 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那么为什么这么一小块牛肉 却卖到这么高的价格呢 据了解 这一小块牛肉的选材非常特殊 它是用品质上等的 日本神户牛肉最为鲜嫩的部位制作的 而一头牛身上 仅有这么一小块符合要求 所以原材料的精心挑选 也是价格昂贵的原因之一 动人们决定下单 这款菜品的时候 会有该餐厅顶级大厨 亲自上阵煎牛肉 只见大厨在开工之前 先将牛肉用密质调料腌制好 然后在平底锅上放进适量黄油 等到火候适当的时候 再将牛肉放进锅里面煎 为了可以让牛肉受热均匀 大厨需要不断的翻转这款牛肉 这样就可以保证 牛肉每一面都被煎得恰到好处 等到牛肉被煎好之后 便起锅装盘并点缀上装饰 一份价值3000元的牛肉 就大功告成了 或许现在人们还不能够 心甘情愿地 接受这款牛肉的添加 看到人们切开牛肉的时候 才发现 原来这么小一块牛肉 卖这么贵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只见 方块牛肉从里到外 分别为不同的热度 这种外交理论的状态 简直让人挑不出毛病 或许这就是小块牛肉 敢卖这么高价格的原因吧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联互动 小小会每天翻看留言区回复 想看更多优质视频 请点击左下方